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宿 南慕容北乔峰的这个名号 在天龙八部中的江湖上是微名赫赫的 他们一个擅长斗转星仪 一个熟悉降龙十八掌 这两门武功威力巨大 所以这二人也是本事过人 虽然慕容富给人的感觉是比不上乔峰 实际上那也是因为慕容富富国心切 他疏忽练武才会记不如人 不过两个人在对战的时候 乔峰依旧需要使出全力去对抗慕容富 可见慕容富的实力也并不完全是徒有虚名 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 在虚竹接受乌鸦子传承前 乌鸦子提及到了肖峰 而肖峰并没有参加当时的真龙棋局 只是乌鸦子知道他名气大 所以询问乔峰有没有到场 虚竹自然也是如实回答 但是这却也让人纳闷 慕容富和乔峰齐名 既然乌鸦子知道乔峰 那么肯定也知道慕容富 但是乌鸦子为何只在意乔峰 其实原因有二 很简单 第一个原因是乌鸦子知道慕容富有到场 只不过因为慕容富无法接受暂时的失事 所以无法破解棋局 也就没得到传承的机会 而乌鸦子是可以知道慕容富到场的 就算他不是亲自了解到的 也能够从虚竹的口中得知 所以乌鸦子既然知道了慕容富有来 最终没有能破解棋局 乌鸦子自然也就不在意他了 反之 肖峰声音远播 同样是江湖的年轻才俊 但是乌鸦子并不确定他是否有出场 虚竹也没提及到他 因此乌鸦子更加在意 也就出口询问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肖峰的名号更大 慕容富虽然被称男慕容 但是也有些依仗着慕容家族的名声 而乌鸦子这种江湖老人 自然也是知道慕容家族 所以对慕容富这个有背景条件的人出名 自然也不会意外 相对的 肖峰才是一个没有家底 靠着自己异手打响名气的 他的名气罕金量更高 因此乌鸦子更加关注他 你认为乌鸦子为何只在意肖峰 而不在意慕容富 欢迎留言评论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